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几年来这个诈骗案子层出不穷 真的是如雨后春笋般 这样形容绝对不过分 这个不断的冒出各类型的诈骗 而且这我们常讲 这诈骗集团 他们真的是有智囊团 而且他们有研发 小组不断在想各种方法 去诈骗老百姓 而且这些诈骗方法 不断的推存初心 所以就算警政单位去防堵 然后去抓 可是他过三天 他又变了一个花招了 就是防不胜防的一个状况 这真的很麻烦 我常讲 其实我们国人真的辛辛苦赚钱 大家都是处义习惯 就想说钱存起来 养老用 不然就是说用不完给子女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法 很少人会真正把钱花光光用在自己身上 听众朋友您是这样子吗 观众朋友您是真的每一块钱都花光光用在自己身上吗 很少 就是存了一大票钱在银行里面 或者把投资搞了很多钱 结果到最后怎样全部被骗光光 真的被骗到欲哭无泪 然后甚至很多人 因此而整个晚年生活落入非常凄惨的状况 不只是金钱被骗完 而且还有整个身心的状况都变得非常差 因为你想看你一辈子辛苦累积的钱被骗走了 整个心情的沮丧 各种情绪的问题 尤其在晚年的这样状况 真的是惨不忍睹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特别请到警慎署 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科长林书丽科长 来我们节目下 跟大家讲怎么样防范被诈骗 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自己做起 我们不被诈骗 当然基本上 我想这个警政同仁的这个辛劳就会少一点 他们就更有时间去对付诈团了 对不对 科长您好 是伦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署长 我知道这个其实署里面行政院 其实对这个诈骗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视嘛 像我们今天要访问你 行政行政院开会 开完会再赶过来我们这边接受访问 这个行政院 有时候现在最近这个开会啊 几乎都是利用中午时间 或者是晚上六点以后的时间 因为会排不下 可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那在中央的也有成立打炸办公室 我们警政署呢 我们一有的人数也从这个六十几人 一直扩证到一百多人 可是啊这个现在诈骗啊在全球都非常的窗狂 尤其各位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数位货币在美国的这个卷管单位啊 他同意可以有这个上市的ETF之后 这个最近啊这个数位货币的乍期也开始都在上升 那就像阮大哥刚刚所说的啊 这个国人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储蓄的好习惯 那有时候就可能就是觉得说 最近可能是因为通膨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存款的这个退休金可能不够 所以就想要说啊 这个看起来能不能创造一些被动收入啊 那年轻朋友可能要想要能够财富自由啊 结果这个钱就投进去这个不小心啊 投到这个乍期集团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网站里面啊 那你就很可能就是一去啊这个不悔啊 那乍期集团他是完全非常没有良心的啊 他一开始啊这个跟你虚寒问暖 那教你很多的这个这个术语啊 那就像阮大哥刚刚讲的啊 他们也有技术人员 那他们也有所谓的对财经的这个专家 那事实上啊他其实就是这个会有外包的这个情形 他可能就自己先去加一个真正的财经群组 那假如一点会会 那接下来呢马上把这些资料啊现贤却卖 转给他免费的这个群组 让你看了他好像也是这么这么煞有介事一样 那当然他也有一部分我们抓过的 有一些资讯工程师啊 在帮忙写假的APP啊 所以国人有时候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那是因为他有假的网站假的APP 让你看到你的钱好像其实真的在这个APP里面啊 在上面浮动 好像你这个开始有赔一点点钱 可是后来又有赚钱等等 他做的完全是非常的逼真 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再三呼吁啊 大家投资啊一定要找合法的管道 确定是这个本人 那像阮大哥也是不断的在帮我们这个经济宣导 我也是受害人啊 他们都帮用我的名字啊 对这个阮大哥的部分啊 还有我们包括这个已经退休的胡立杨先生啊 他都来到我们办公室啊 说他很困扰 他说他明明就已经退休八年了 都没有在做这个股市的分析 可是呢他在这个加拿大的朋友 他在欧洲的朋友说 哎你不是退休了吗 怎么你还这么认真在勤奋的在做这些啊 他这个投资的这个顾问啊 他说没有那个都是以前他的影片 其实是被这个詐欺集团啊把他冒用 但是他是冒用他有两个特色啊 第一个他用你以前的影片 那后面他加注一些他自己打上去的这一个文字 其实那个文字跟后面的影片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后面有人的旁白 那个旁白也不是他啊 这个最起这个这个所讲话的资料 所以他会用这种穿插的手法 让你以为是真的 所以这个要也拜托这特别今天啊 所以啊对 广快我们今天一定要讲一下 来阮大哥这个节目告诉这些投资朋友 你如果是相信阮大哥的 你千万不要被假冒阮大哥的人给骗了 那因为呢你要先去看看 如果是网站认识的朋友啊 你要先去看他的网站啊是不是成立很久 如果他才刚成立个两天三天 那阮大哥这个经营这个方面啊 已经经营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不可能只有一两天 或者是他这个社群的人数 只有几百人 大哥的社群人数不止这几百人啊 这个你就都要有所怀疑 要不然啊 我们为什么刚刚会讲到说 他只有两三天 甚至只有几百人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警察 都是在网路上面去看 那只要有这些假冒的部分 我们就会赶快把他的下架下来 但是上架的速度 比我们下架的速度还快 这个我们下了十个 你刚讲说你们现在一百多个人吗 从六十几人扩张一百多个 就是说这个 就等于说刑事警察局 在专门在抓这个诈骗 是 他们可能几万人呢 所以所以你怎么 他的人数就是你们的多少倍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们下架他上架 他想说你尽量下吧 反正我人多 人海战术 是没有错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 尤其是最近中国经济不好 他们失业潮也很多 那那个据那个VBC或者是这个CNN 他们去做的调查报告啊 在柬埔寨这一带地方啊 这个大概就有二十到五十万人 在从事诈骗 有二十万到五十万人在从事诈骗 那不是这个之前还有两个什么 什么什么小鸡的什么 什么去那边的 对他在缅北啊 大概这个还有这个柬埔寨的某些地方 当然柬埔寨现在很多地方市区的地方 都已经少了差不多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边境 有一些叛军控制的这个地方啊 是没有办法来进的 还是会有一些 缅甸 缅甸 柬埔寨 这些交界的地方 他还是会有一些军政府在处理的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没有办法来禁绝 据说我并不是那个被诈骗集团 这个利用这个第一名的 对我知道好像我们书里面 行政警察局有排名嘛 我知道我不是第一名啊 我知道谁是第一名 那个就是还有这个所谓的名人排行榜 这个我们是内参资料 有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了 因为事实上这些名人 他也都是被害人啊 那尤其是像这个很多我们股市的温人 甚至有时候他把政治人物啊 他也把他放进来了 那有些这个财经主播也被冒名了 那财经主播都跟我们说 哎呀我完全不懂股票啊 竟然用我的这个头像去说这个鼓吹 大家听我的话来买股票啊 如果听我的那一定赔光光 但是他诈骗的对象 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因为他现在是放在网路 放在YouTube 放在Meta上面 所以他的受众 其实是放大去是全世界 而且就像刚刚胡大哥来找我们的一样 他说哎 结果他很多甚至马来西亚的朋友啊 都看到他这个广告 那知道他是亚洲的鼓神 然后就听了 然后就开始下去 结果他连线是等到哪里呢 连到QQ 然后上面的是放马来西亚的这个国籍 所以呢 虽然你是台湾的名人 但是你的影响力会影响到 因为网路的关系 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 看得懂中文的 他都会看你这个节目 那科长 现在目前整个诈骗的情况 今年以来状况是怎么样 哪几种类型 现在是最可怕的 就是说您刚讲说数位货币嘛 是 大致上把这个诈骗类型 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讲一下 让大家防范一下 是 这个部分的特别 再次谢谢阮大哥 这个是我们局长亲自要我们 赶快针对这个受众来精准投放 现在排名第一名的 不管是建树 还有财存第一名 就是投资型诈骑 那投资诈骑 目前最夯的就是投资股票的诈骑 投资股票的诈骑啊 大概占了将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啊 那当然后面还有汇市啊 期货或者是数位货币啊 那有 但是台湾这几年经济一面 坦白讲跟各国比起来算是不错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诶股票是有在上涨是可以赚到钱 那他一看别人股票在赚钱呢 那我也想赚钱那怎么办呢 那我又不懂 刚好就在网路上看到一个阮大哥 诶这是很有名的阮大哥 那我就加进去他的群组 竟然还免费 那每天会帮我们分析 那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啊 在开始之前 这个诈骑集团财经节目 大部分都在晚上这个九点钟左右播放 八九点 对可是诈骑集团他七点半就开始了 他就在网路上就有节目 所以他们也有节目啊 有他们有每天晚上每天早上八点半 他就会把前一天 欧美的股市的盘行来跟大家讲 然后九点的时候就开始静音 大家看这个自己的这个股票 然后要求你去买哪个股票 一点半之后会有个一个检讨 然后休息一下晚上七点半开始在准时 那为什么抓不到他们 那这个部分他因为都是在网路上这个执行 所以你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 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 所以IP的部分我们都会 现在也都会去追 但是诈骑集团他现在也都会知道我们的IP 会去追 那他所以他会用VPN跳板的方式 那甚至他到缅北的这些地方啊 他就不用再跳板了 反正你也找不到我 这个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所以这个各国跨国的治理啊 就变成不是你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就好 他会利用跨国之间的漏洞 他们还做节目 我今天听您这样讲 我才知道他们做节目 他们做节目 他们做节目 所以这个节目也是都是他找到 他不但找到科技人才 他也找到一些财经公司的人才 所以被骗的情形非常严重 所以第一最主要就是股市诈骗 股票的诈骗 所以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你千万记得 我们财经一路发节目 才是架杠正牌的 你就在听news98每天5点到7点就对了 你不要去听别的 那个什么频道乱七八糟 什么打了我们名号 打news98名号都能诈骗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常听我们财经一路发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们是在节目里不断的跟大家讲说 小心被诈骗 但是我们不可能占用节目太多时间 每天跟你讲这样的事情 所以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自己要有防范的意识 像刚刚科长也讲很清楚 如果是在脸书上面 或是什么line上面 他新成立的群组 那你真的就要小心 他是不是诈骗集团所成立 像我个人的脸书 我现在是有三万多人追踪的 如果他是只有几百人 又打了我软木滑 用我的照片 那就是诈骗 我的三万多人是有打蓝勾勾的 那是脸书认证的 所以你就是认定这些你就不会被诈骗 那在这些新成立的这些群组 网站上是特别容易散播这些诈骗讯息的 就基本上就是这些诈团所成立的 那当然我们自身的防范意识 相对提高的话 就不容易被诈骗 但是也有个问题 很多年纪大的退休的 讲实在因为年纪大 多少思考力也会退化了 然后精神力也退化 一下子这个一下精神恍惚 真的有可能会被骗 所以这些问题 我说做子女的也要 真的要把自己父母 这些金钱这些问题要把关好 我有听过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请教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苏林科长 来谈一下 现在目前的诈骗形式是什么 如果是你身为子女的 或者说你今天本身 这个这个已经有 已经这个等于说可能会被诈骗羔羊的 那我们刚才大家特别注意这样状况 自己长辈啊这样状况 科长现在你刚讲说这个股市诈骗是一个 还有我知道什么假检检察官的 什么数位货币的诈骗 这些形式上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形式 是这个被骗金的最多的 当然还是投资诈气 他占财损占了百分之六十 那其实年轻人也不是不会被骗 年轻人被骗反而是最高的 只是年轻人被骗最高的是二十到二十九岁 这边大概占了百分之二十九 但是年轻人他被骗的金额大概都是二三十万而已 比较麻烦的是老年人被骗 尤其统计出来五十到五十九岁被骗的人啊 他被骗大概都是四五百万 几乎是他的退休金啊 就整个都被骗掉 那有的还更惨的 他还会说 那你这个是不是 你这前面的钱啊 因为有一点点问题啊 可能涉及到洗钱房治啊 那你可能中间有一些操作错误 所以你要再去交一些保证金 才能够把前面的钱给救回来 所以他就开始去跟朋友借钱 甚至把他的房地产拿去贷款 所以现在詐欺很麻烦的 他都知道我们会跟银行来拦阻 可是偏偏有时候我们警方 跟这个行员来劝他的时候 这个他劝不听 因为他在到银行之前 他已经被詐欺集团洗脑了 告诉他 你现在再差一步 就可以把你的钱拿回来了 所以等一下去银行的时候 银行会问你在做什么的 所以他教你要去骗银行的行员 说你这是做装潢的 你这是做借贷的 各位听众朋友 你千万不要去骗你的行员 他有个话术教好 教好你了 因为他先给你洗脑 然后教你去等一下去银行那边的时候 这个不要说实话 所以这个银行行员 现在虽然即使我们加强攔阻 结果他现在就变成说 我提回来是我家要娶媳妇 或者是装潢用的 你不要管我 对我甚至跟我们的行员吵架 那尽管会也特别说 好只要你是攔阻这个 詐欺的被人家骂 这个我们都不会给你扣分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他现在请你钱领回去之后 詐欺集团就说银行都会很阻挠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钱领回来之后 我们再派这个理财专员 或者派书机关 到你家来服务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再三报告 银行的理财专员 或者是检察官书机官 绝对不会到你家来收钱来服务 只要有到你家要去收钱的 这一定就是诈骗 这个一定要听清楚 那如果是年轻朋友回去 要问自己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人到府来收款 让你去做这个投资的 因为包括澳洲或者是日本的警察 联络官来跟我们联系的时候 都是在讨论这个老人诈骗的问题 因为他老人他已经失去工作能力了 他就是准备用这个钱来 这个度过他的余生 结果这个时候全都被骗光的话 那会造成英国政府 他讲话比较保守了 他说造成毁灭性的这个伤害 为什么是毁灭性的伤害 你想想看你存了赚了一辈子的钱 那存到一点点这个五三五百万来 准备好好退休 结果一下子全部都被骗光了 那你这个真的是会很惨 人都会得忧郁症 是所以这个对人的信任度 也都会非常的这个可怕 千万不要相信 主动来接近你的网友 网友不可能教你赚钱 要投资你就要找到像阮大哥这样子 他有实体的这个商店 你也可以来到这边 你也可以找到阮木华先生 而且也有正式的这个地面电话 听我们电台的节目 电台的节目 电台这个部分 目前只要有这个 这个是造假的电台播音的部分 我们都立刻会去做拦阻 这个部分他都没有办法造假 所以这个部分 你还是变成要回来相信 传统的电视 或者是传统的这个广播 这个部分才是比较可靠的 那科长 我们能力已经扩充到快两百人了 那为什么这个诈骗的一个情况 还是这个持续在增长呢 诈骑的犯罪 他跟一般的犯罪不一样 像毒品的犯罪 我们告诉民众 这个吸毒油 他身体健康 会造成不可毁灭的 那民众就听懂了 他就听进去 他就知道了 那所以他这个各方面 都可以限说 可是诈骑不一样 诈骑啊 他会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演变 过年前我们特别宣导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投资一定要找政府 金管会合可的 正确的这个投资公司 向短大哥这样子的证券分析 他是一个特许行业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谈的 他必须要金管会的 这个合可执照 结果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所有的诈骑集团的网站上面 他们都推出了伪照的这个 这个金管会的这个 这个证券出来 什么金管会证什么什么 是是是是 所以你一宣导 他马上就改了 对他我们一宣导完之后 他就马上就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观察 他们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再把最新的项目 再拿出来破解 那科长是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司法刑度定的太低 使得他们有恃无恐 司法刑度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在探讨的 这一部分 但是司法一方面 我们是这个这个这个民主国家 所以是无罪推定原则了 这个一定要有积极的证据 证明他是犯罪之后才能够判他行 不是像大陆说抓到人之后 在镜头前面认罪 就可以来写 就可以来处理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些诈欺集团 他设了很多的断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被害人 警察方也抓到了 很多的这个诈欺集团 但是这个被害人跟诈欺集团之间 经过网路连到国外再回来 中间就会断掉 所以就没有办法证明你的钱 是由到他这边被害的 所以到最后 我们都是只能够抓到 最端末的车手 但是你不要小看车手 以为他只是去领钱而已 这个是物以恶小 就可以为之 为什么 因为他虽然只是去领钱而已 但是只要你没有这个车手存在 钱就会一直存在是在 这个数位的这个金融机构的 Fintech里面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有机会把钱给要回来 但是一旦车手把钱 从这个网路这个领出去之后 他拿到去交给谁的就不知道 最后你找到他本人的时候 他就是我就存一块人 我都没钱 那就会没办法回来 我知道他们都找未成年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未成年 就去躲那个刑法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去入校这个宣导 那少年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告诉他 这个部分你不能够没有病逝感 有的人觉得说 这个我到超商去做一个礼拜 可能没有去帮人家领钱 一个小时赚的钱多 所以他就不知道那边去 年轻人我这边特别奉勸年轻人 因为你虽然是未成年 但是很多未成年他去帮人家理钱 到最后也是这个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有个年代赔偿责任 所以你的父母亲他是负责监管 所以你父母亲名下的财产 到时候就会被拿去拍卖来还给这些被害人 所以你帮人家提钱 不过是赚个三千五万三万五万 结果到最后本来你有七生之地的房子 都要拿去法拍赔给人家 所以你千万也不要去帮人家领钱 你不要以为帮人家领钱 不管是你成年未成年 你以为你赚个三万块五万块五十万 到最后你所有的财产 通通都是要被大家 被法官把你拿来拍卖充功的 好 那最后请客长教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听众朋友怎么样去防范 切身防范扎密 有没有一些这个步骤跟口诀呢 这边我们要推荐大家的就是啊 这个所谓的防诈的五步 不要听信网友告诉你的 网友不会教你赚钱 如果他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会赚钱 他自己就去赚钱 他不会告诉你 国家核心 对 那这个也不要看这个网路上的一些假的这个广告 他做的好像很吸引你 让你可以去看这些广告 事实上他现在在AI时代很多东东都是假的 那接下来呢 也不要听其他人告诉你的这个网站 告诉你说这个部分就可以帮助你赚钱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不要去点陌生人赚给你的连结 这些连结转进去 他不敢直接放在网路上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都是假的 所以他让你有这些连结也不要点 最后不要信 他会告诉你 你如果你在差一点点就可以把钱领回去 你不要相信他 你相信他再投入更多钱你就会更惨 所以在最后的时刻你一定要醒过来 不要借钱去投资 好那165反诈骗专线大家把它记下来 对不对 165的部分随时欢迎大家 你如果发现有可疑随时打也可以随时检举 好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可以善加利用 不过刑事警察局现在也真的是疲于奔命了 非常谢谢林树立科长 190多 190多 3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